为了减轻孕妇们产检期间的交通负担 桃园市推出好运专车 最高是补助9000元 但是偏乡的复兴区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他们光是一趟来回的继承车资 动辄是破3000元 那么对此市府宣布加码 每趟次来回最高补助2600元 一整排车辆停在街头 这可不是一般的继承车 而是好运专车 为了减轻孕妇们产检期间 来回的交通负担 桃园市今年妇女节推出了好运专车 利用类似悠悠卡的一生好运卡来刷卡上车 最高可以拿到补助9000元 只不过这对于偏乡的复兴区来说远远不够 以距离最近的大溪区产检诊所 路程就超过50公里 最快也得花一个半小时开车才会到 机程车资动辄破3000元 对此市府宣布再加码 额外补助每人每次怀孕最高14次的产检 当日来回趟次车资 他在复兴区居住的所在地 后山跟最远后山 我们高益 山光 华林 这边以至于中山跟前山 前山就是比较靠近大西的山明里 可能有几个里 我们设计了三个集聚 依据孕妇居住地到产检医疗院所的距离 补助每趟次来回车资 复兴区前山三明里 来专门在原来的这个9000点的补助之外 再额外的加码 透过补助方案 希望借此减少偏远地区孕妇 前往医疗院所进行产检的交通压力 市府承诺要让孕妇们 都能享有最好的照顾与服务 而成为较静靠近大西的形象